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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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觉得昨天曹老师跟我们分享他清明上和图的研究成果 我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观点对于我们这种需要科普的人来说 普及型的人来说 我发现也无所谓 观点学术界都可以有同意有不同意 但是实际我经常不太在乎观点 我喜欢跟你们这些人聊天是因为什么 不管他是什么观点 他都让我得到了知识 就比如说关于清明上和图 不管他是什么时候的 或者他表现了什么 但是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他 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他的很多的细节 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特烦 我觉得有些人非常轴 他非常关心的是 你这个观点好像没有观点 这个人就活不下去 我说观点有什么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表达了什么东西 你用什么知识来支撑你的观点 我们学到的是这个 所以你看昨天我就觉得他讲的 给我们看到了著名的清明上和图 这个高清图片里 很多细节是咱们没看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您的眼睛也挺毒 咱们可以再看几幅 曹老师带来的清明上和图 这个您看 这您就要跟我们讲讲 那个时候的船 是吗 那个时候的船的造船技术相当可观 在那个叫吕约瑟主编的中国科技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 就特别把这个清明上和 这一本清明上和图里的船 标志为十一世纪 世界造船世界科技的顶峰 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首先它的船只大 比如说1492年 哥伦布从越国大西洋发现新大陆 它那个船是21.5米 咱们清明上和图上的船 25米20几米 很轻易的就达到 这是内陆船 那咱们还出海 宋代出海的海船咱们也有 但是清明上和图上没有表现 可是郑和的船 比哥伦布的船 要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郑和的船比它大 上百倍 我后来去看那个Viking的博物馆 北欧人引以自豪 维京人 靠了那个船打打打 一直打到瓦梁 那个就是指那个 那船比这个小多了 小小小 那船那个博物馆 而且它都是碎片 现在找到的都是碎片 对 所以这个 中国的造船发展的非常高 可是呢 后来到了明代有个海径 接着造船把书都烧了 造船其实到那个时候就摔落下去了 咱们再看下一张图片 再看看 这个船上还有一个特别的特点 你看那个舵在后面 对 在用的时候 舵在水里掌舵 主导着这个船的方向 在不用的时候 舵可以拉上去 全在那 在空气当中亮着 这样不容易抚 不容易抚 对 这个是舵 这些舵都可以拿上去 你看那个时候的船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这个模型 清零上河图的这个船的模型 对 那一定是真有其物 他才能这样 我怎么看后边那个人 有点像那个演员 富标 我就是想 咱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 就是宋代 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个朝代 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工商业 是不是世界第一 应该说 宫崎市定一个日本的学者 就把宋代 北宋 作为早期现代社会的一个模式 西方把早期现代定作为 西方现在他们自己也在往前推 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他们的 所谓的黑暗时期都变成早期现代了 其实呢 很多人只是把鸦片战争作为早期现代 那么宫崎市定这位先生呢 他就认为北宋应该是早期现代 这个现代的概念 教育普及 妇女相对的自由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 而且公务员制度 对 这个社会上下层的流动性非常强 这一切都是 教育 医疗 消防 公共设施 宋代全都有 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个局部的话 待会我们看到什么局部 我可以指一下 这个宋代很多发展 都是当时世界都想都想不到的 但是在宋代已经实现了 张兴刚教授做过演讲 有一次 他说是回顾一千年 我当时听他这个题目 我就呆掉了 我说这个演讲怎么做 后来才知道 他不是回顾一千年 他就是回顾公元 第一千年这一年 世界上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从日本开始 就滑过去 一直滑到 那个时候的世界 经济 政治 文化发展 北宋最后 军事一点不好 军事不好 就后来打不过人家 就是宋代 就是这个中国人 现在很多人在讲 他就打不过 后来北宋不是变成南宋了吗 这个我能不能 其实呢 北宋啊 并没有军事特别不好 北宋的军事 其实也不错 但是后来不是被打到南宋了吗 打到南宋是这样 是一个判断性的错误 这跟美术还有关系 您说说 这个咱们宋徽宗 不是就当皇帝了吗 对 相皇后清典 本来不该是徽宗当皇帝 相皇后 她小时候出入相皇后家 神宗的皇后 相皇后就特别欣赏她 清典她做皇帝 她从小是当王子来培养的 端王嘛 她没有当做皇储来培养 所以她不太懂治国 她还是喜欢画画 还是喜欢看画 后来有人告诉她 这个在宣和仪式上面有记载 有人告诉她说 这个辽代的天作皇帝 看起来有末代之主的气象 我们可以打 我们现在很强 其实宋代那个时候相当强 如果她不强的话 军事也不强的话 她不会有这种勇气去打辽 她联合女真 要把辽加在中间 惠宗说 且慢 我找个人 当做是大使 派的辽代 偷偷的把那辽主的相 给我画下来 画下来 带回来之后 分析了半天 觉得可以打 是末代 王国皇帝的样 是吗 对对 确实 那个确实是王国皇帝的样 辽代是灭了 但是呢 女真人突然觉得她也做大 她就逼 两年之后 把北宋 就灭掉了 因为北宋把自己的军事弱点 暴露给女真人了 而且女真人收 搜罗了很多 辽代的 各方面的力量 再加上 他们在马背上的这种 打仗的强度 是北宋无法抵御的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但是当然了 我们长远来看 你要结合后来的 这个蒙古的 这个兴起来看 就是游牧民族 是比农业民族 能打仗 他生产就不如 对吧 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这都是包括 那个什么狼图腾 都是一种把这个历史问题 简单化的这个做法 他一个兴亡 不能简单的 比如认为就是宋徽宗 就是个王国皇帝 或者说是太文明了 宋朝太文明了 所以被这个野蛮人灭掉了 我觉得这个都太简单了 就是这不是一两句话 但是咱就说 这个宋 宋代 他的这个当时 应该是世界第一了 你的第一次世界第一 我觉得美学 这个宋朝的美学 可能我有一点偏 偏激 你就比如说 你看这个宋词 对吧 可能我有一点偏激 我也不懂 你要是说 这个清代现在的这种 什么花花草草的这种瓷器 你跟宋词摆在一块 那就是工艺品和艺术的分别 这我个人的偏见 你说的是那个词 我还以为是那个唐诗宋词的词 宋词也厉害 而且就说 你就你就 他们就讲 有些人 我那天 我一个画家朋友跟我讲 说有些西方人 他可能不懂的 他 他会认为 他说 他认为宋代叫极简主义 他说你凡是认为 他是极简主义的 你都没有真正的了解他 比如说他一种色调 好像上汝瑶 你看宋词 他追求一种色调 这个里面是极其的复杂 他可不是极简 太复杂的工艺 或者说追求 才能出现这样一种 雨过天清 这个雨过天清 云破处 但是你看他追求的这种颜色 宫廷里 他不是大红大紫 大金大花 他追求这样一种素雅的 甚至是要这 我觉得这个光很内敛 不是那种贼光充满的 你说的太 这是一个民族 他这个审美 到一种什么孕集的程度 昨天咱们谈到唐代 我说是年轻朝气蓬勃 宋代是一个成熟的美 对 三十五岁以上 或者按照今天的说法 中年人 对中年人 另外宋代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 文人化 苏东坡说 论化与形思 建于儿童林 这什么意思 我们整天重复来重复去 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到了宋代 写实已经达到极致了 我画什么是什么 我画一个清明上学图 一条街 从头到尾 看起来透视比例 没有不对的 写实已经到顶了 但我问一个真正外行问题了 清明上学图在宋代的美术上面 它是一个另类呢 还是一个另类 它也是一个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东西 都不知道 没有记载的 在某种意义上 在世界美术史上 它也是一个另类 还有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再说 我先把这文人化说了 因为这个写实的能力 达到了多么高的程度 比如说 徽宗开课取士 取士取画画的人 他又办了化学 取就是招画画的人 进这个美术学院 也像科举一样 人家画的猫 他说这个猫是什么时候的 太阳光下的猫 因为他的眼睛中间一条线 这个花开的正好是什么时候的花 他都能够写实 写实到了这么准确的地步 所以到了其实到了宋代的中期 也就是苏东坡的时期 写实已经大家觉得没趣了 不能表达我真正的更深层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就要把写实再往前走一步 就出现了文人化 而且就是前一阵 这个王岐山书记说的 就是说咱们这个有些官员 凯书还没写历 所以就直奔行书草书 是吧 其实你知道现在的这些当官的 他之所以他能画所谓的中国画 我觉得他很多人就误解了 以为那就是中国画 其实就是中国画里有这么一路 就是写意 到最后画烂了 你要没有天才 你也可以变成一种谁都能画 对吧 这一个兰花 刺一个刺一个老干部都能画 对吧 就变成一个这个 可是你看这个清明上和图 你再看就说真正的北宋 就台北故宫的那个 就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还有他这个书里也提到 郭西的这个早春图 这种造型的能力 咱别说他的神韵了 就造型的能力 写实的能力 你就能看出什么是 真正中国的这个职业画家 画出来的画 那跟这种所谓草草良比的 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是吗 我是外行 他这个草草良比 看起来是草草良比 其实呢 他还有生意 对 他是把书法入画 对 书法入画里面含了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就是 书法 你看到这一笔 你能判断他的这个笔墨的价值 因为大家都会写字 那个时代 对 客举嘛 对 必须得学写字 这笔下去有没有功力 是追画沙呢 还是春饮秋蛇 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他又是一套新的审美体系建立了 对 这个审美体系和辨认物像是两回事 写实是辨认物像 看图说话 嗯 而文人画以书法入 他就 这样的一堵墙 你别去看图 这图没什么可看的 对 你要去琢磨 我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 所以这是两个 对 但是您看我就是说 这这种这个写意的这一路画法 他实际上一直到今天 我看今天很多画 这个现代水墨画的这个画家 他们往往啊 又回头去找偏于咱们的这个工笔啊 写实啊 这种传统 因为你爱 我我就觉得 你说中国画是不是也给了很多人 这个没有门口了 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草草几笔的这种画法 他也变成任何一个退休工人 在家里拿个笔 任何一个明星 各个都能 各个都能做皮卡索 各个都能画 其实我在国外讨论会上 就有人 其实我也做一些当代艺术 最近一些年 我做当代艺术 好像当代容易做一样 也不是当代容易做 当代非常难做 你要做好了非常难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中国的文脉没断 中国是唯一文脉 延续延绵几千年 完整的延绵下来的 只要今天有一个人说汉语 有一个人读汉字 中国的文化就没有断过 说中国文化断了 那是开玩笑 那是不懂了 比如说我从商代的甲骨文上 随便挑几个简单的字 早晨的早 给一个小学生看 他就能认识 这是三千多年的跨度 这就穿越了 任何一个文明你找不到吧 不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咱们文脉没断的一个主要的例子 那一个实际上呢 在西方一个当代讨论会上 当代艺术讨论会上 当西方人就问 你们中国的popular art是什么 就是通俗艺术是什么 有人说是大批判的形象 有人说是毛主席像 有人说什么 我说都不对 国画协议 牡丹 玫瑰 什么 那真是popular 人人都会 竹子 梅花 什么人稍微训练几天 就是 人人都会 那是真正中国的popular art 就是流行艺术 流行 那是真正的流行艺术 家喻户晓 无所不知 没有人不知道 就春晚的时候 大家画画喜气洋洋 对 那是真正的 就是老百姓 特别熟悉的一个popular art 真是充实了我们的退休生活 是吗 但是这个呢 还和我们谈的美术史不一样 我们前面谈到这个写实和写意 或者是文人化的这个分野 那么文人化 其实它还带有一份 更强的深刻含义 它是反抗宫廷的 它是想批评社会的 它是顾左右而言 它但是呢 是绕来绕去说的 隐色 他是施言制的 但是我文人化的传统的延续比较明显 但是像清明上河图 后面有没有后继者 后面没有后继者 所以它是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所以这件作品对我来说 它的 我为什么要把它这么做呢 是因为 谁都不知道这件作品 宋代的人 后面也没有人这样画法 后面人也没有这样画法 这件作品根本就是一个孤立 而且张泽端这个人 不知道是什么人 不知道是什么人 对 那么我说到 也可能不是唯一的 没有完全没有影响 也不诠释 梵蒂冈 就有四本清明上河图 是后代的那种 贝林的 那一路的 那一路的 但是在意大利 有一张壁画 叫好和不好的政府 这壁画很大了 Lawrence Etty画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带有一点点 清明上河图的意思 我自己在这乱想了 是否清明上河图 这个概念 既然能够有人 贝林淋出清明盛世 那也会不会通过 这种商业的交往 传到了意大利 传到了欧洲 最后Lawrence Etty 居然画出来这种 好和不好的政府 其实清明上河图 描述的是一个政府 是描述在一个 什么样的政权下 一个完全景社会 对 它是一个全景社会 那这样看来 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在旁边听了以后 我一个联想 就是说 在美术史上 它是有点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它行不成主流 但是在文学上 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上 从宋以后 特别是从明清以来 小说就开始渐渐取代了 诗歌的主导地位 那在诗歌里边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还是文人化的那种 那个诗言志 对不对 但是到了小说里边 小说分几类 一个历史演绎 一个是神魔鬼怪 另外一个就是世态人情 而世态人情的小说 在那后来变成了非常大众 金平梅算不算明代的一种 清白上和图 对 金平梅就是一个 金平梅也好 红楼梦也好 那就是一种事情小说 这一个传统在文学当中 是一路发扬光大 变成了一个非常大 一直影响到今天 您这个还有意思 但咱们可以再看看几幅 这个细节曹老师带来的 这个是讲什么的 这是一个酒店 酒店 酒店就是零售店 酒店不能造酒 正店可以造酒 北宋东京有72家正店 酒店有上百家 这就是卖酒的 卖酒的喝酒 再看下一边 这也是酒店 你看那个帘子挂的 像是日本的那个小门脸 其实是宋代言 一直都是这么挂着的 这个北宋当时这个酒 酒非常盛行 你再看下来 这也是酒店 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面 有很多很多酒店 有很简单的 有很豪华的 这个酒文化在宋代 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有一本书叫 《九明记》 张能诚 北宋他写的 现在这本书 我就找到了一本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面 当年抗日战争期间 美国提出要替国民党政府 保护中国的北京图书馆的藏书 就把北京图书馆的书 都运到国会图书馆了 现在战后多少年了 还拿不回来 现在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所以在北京国会图书馆 有这么一本 张能诚的《九明记》 《九明记》就列出了 宋代的多少种酒 怎么做 有的还有怎么做 苏东坡也曾经尝试过 今天很多酒厂做广告 应该拿这么好的素材 他们不用 真是浪费了 我插一个问题 那个世博会那个电子版 好处多还坏处多 现在很多的人是看那个电子版的 你知道那个巨大的 好处多吧 好处多在哪呢 第一给大家知道的这件作品 活灵活现的 变成电视了 对 还有声音 坏处在哪呢 大家就不去看画了 这个作品就没了 就成了一个 它和 就变成了一个动画了 嗯 你看曹老师这个观点 核心就是他这个书的结论 就是清明上河图 与北宋社会的冲突与妥协 他认为画了社会冲突 说的再直接一点 就是在一个非常繁荣的社会画卷里面 看到了阶级斗争 以及阶级调和 以及阶级调和 斗争跟调和 所以斗争不一定代表了你死我活 是 要承认 现在这个我有朋友说过嘛 说这个前三十年啊 是没什么阶级的分别 可是整天斗争 现在呢 有阶级的分别了 不让讲了 不让讲了 是 我看到 我是熟人 今天的是眼光来看 我看个清明上河图 我觉得好几句话都可以来形容 第一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第二 发展是硬道理 第三 人民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目标 是 是 里面画的 全部都在 说是六百八十多个人物 不止 还不止啊 我数了八百多 可能还不止 因为有些藏在后面 隐隐约约看不见 你算还是不算 哎呦 就是剩一条腿在那画出来 你算还是不算 哦 这么算的 对 八百多 那曹老师您能说说为什么你这么爱研究这幅画 你的这个初心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嗯 我最初接触研究这件作品啊 也是一个偶然的情况 因为我在美国教书 教到宋代美术时 我就放这个换灯 嗯 最后我发现啊 我没法跟美国学生 美国的大学生 我没法解释什么叫手卷 我给他们看手卷的照片 但是呢 我得从家里带一张手卷来 卷给他们 打开给他们看 这个在小课堂可以 你要上大共同课 三百个人 五百个人 你怎么举 举在那傻傻的 每个人摸一下 这个话就完了 对 你要不给 而且这课堂秩序很乱 你不给他摸呢 他看不见 你在前面 老师展示东西 在课堂上效果永远是不好的 嗯 所以我就请学校 给我想办法做一个这个软件 嗯 学校呢 不但做了软件 而且那个Mellon Foundation 给了我们很多钱 就做了这么一个软件 然后又从故宫 呃 购买了这个图 嗯 其实开始是为了教学 等图到了手之后 把它扫描放大 我傻了 原来在图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于是我花了很多年 慢慢的读 我把所有关于清明上和图的文章 发表的文章都念了 日文的 德文的 法文的 德文法文比较少 英文的多一点 日文的也多一点 最后 我觉得 大家都在找一个答案 但是这个清明上和图 它不仅仅 它不应该只有一个答案 它应该有很多个答案 当很多答案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宋代的社会 这个不是一个社会的表现 因为它不是照相 即便是照相 也不是社会的表现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某一个事情 某一个事件 某一个问题 促使某些人 花这么大的代价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